画面中的这位男子在一家咖啡店举办聚会 他接过了粉丝送的一个雕像 但是没有多久 整个咖啡店就被炸得四散纷飞 他当场死亡 另外还有25位民众受伤 从咖啡厅内部的凌乱 可以看得出爆炸的威力 被炸死的男性 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军事部落客 他力挺普丁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 甚至一度还到前线观察 在一个聚会上他拍下影片说 要杀光乌国每个人 虽然没有组织宣称犯案 但是一般认为应该是乌克兰所为 而俄国继续对乌进行轰炸 炮轰一个乌东城镇 造成至少6位平民死亡8人受伤 乌克兰誓言继续为独立而战 各国的军援武器也陆续到位 除了多管火箭发挥作用之外 德国的鲍尔坦克也已经运抵 乌国准备在4月份展开大反攻 专家认为鲍尔坦克机动性非常强 将成为反攻利器 而俄乌之战夺去了262名乌克兰运动员的生命 但是奥运总会却建议 俄罗斯和白俄的运动员 逐步以中立的身份重返国际比赛 引发乌方的反对 乌克兰的运动员一口同声表示 将会采取杯葛行动 记者综合报道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 继续